我們表達第一個意見就是 其實這個案子我們跟了非常久 那我們一直認為廣瓷這塊土地 應該保留作為森林公園 這個我們的意志從來沒有改變過 那現在不發局就是 常行一定要開發這個地方為公園住宅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會在歷史上留下見證 你們這樣子做到也是對男子不對的 因為你們現在這樣做讓廣瓷這一塊的區域 失去了重新思考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一直在談這個地方應該是低密度開發 應該保留大面積的律地 然後去帶動周邊的這一些不知更新 可是你們現在是趕過來做 你們一次把這塊土地塞滿 未來周邊的發展其實也會因為這一個開發案 去受到相關的限制 對 就是它的未來的可能性其實是變小的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我們 當然現在還是狗廢火車啦 我是狗好不好 那個你們一定要開發了 可是我們還是認為都發局 你們應該重新去思考 依照都市計畫法保留10%的 綠地的這個部分 你們在新一區到底有沒有做到 我們還是強烈主張這個地方 應該保留作為森林公園跟綠地 那這是我們森林公園吃森檸檬的基本意見 那另外一個針對樹木移植的部分 因為剛剛聽了部分簡報 其實大部分都在談所謂的受保護樹木 可是其實這個案子除了受保護樹木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非受保護樹木會被移植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強烈要求 因為已經台北已經有太多的案例 是樹木經過移植以後存活率非常的低 甚至死亡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具體的承諾 這些就算為納入受保護的樹木 也應該採用跟受保護樹木相同的規格跟標準 去進行相關的移植工程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因為既然你們要做一個典範 要讓廣執這個案子變成一個外面看到覺得可以拍手的案子 那從樹木移植的這件事情上 我希望發展局可以表現出你們的用心 不要再讓廣執這一些被迫遷移的樹木 最後落得跟我們那些松菸老樹一樣的下場 再來我們剛剛聽簡報是你們會做修剪 就是一般標準的這一些 一般慣型的移植程序 可是其實我們希望強烈要求你們 這些移植工程應該都要採全樹冠移植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 把樹的上面的枝幹葉子都修掉 然後讓你們方便運走 或是讓你們方便搬運 因為既然我剛剛看簡報 你們大部分都是要進行區內移植 區內定植 那是不是全樹冠移植對你們來講 並沒有運送上的困難 所以針對全樹冠移植這件事情 希望發展局也可以積極的配合 另外我們長期以來非常詬病的就是 我們政府的樹木移植工程都是採價格標 也就是誰低價誰得標 我們希望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發展局也可以採用最有力標 因為這個之前我們跟公正處開會討論的時候 其實公正處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是不是這個案子應該用最有力標來進行相關的移植工程的這些照標 找一家真的會對這些樹照顧的最好的 用最高規格去移植的這些好的廠商 去看它的實際的業績 實際執行的案例 來進行這個非不得已的移植工程 不要再為了省錢 我知道市長很省啦 可是真的移植樹木不要再省這些錢 因為他們都是生命 而且他們其實在廣執這一邊 甚至在我們台北市 是陪我們市民很久很久的一些樹木 我還是必須說 雖然你們做受保只有8顆 可是從我們的認定其實是遠超過這個數字的 然後另外剛剛捷運局有提到 你們的移植工程 因為你們現在工程進度嚴重落後 你們希望可以在10月多 就把這些樹都移走 我希望不要再這樣子做 該斷根 該養根的時間 包括前一位移植廠商所提出來的 這一些兩次的斷根 每次三個月的這些期程 其實你們都應該要做到 好不好 請捷運局不要為了趕工程 然後硬是又把這些樹強行的挖走 那到時候我們又要來擋怪手 我覺得你們既然要做開發案 你們既然要做一個指標性的開發案 你們既然要讓台北市民 覺得你們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在樹木移植工程的這件事情 請你們務必整個園區 包括周邊人行道的這些樹木 都應該配合各個樹種 適合移植的時程跟季節 然後以及這些樹木 需要的養根的期限 全部都做好了 我們再把他們移到 我們要讓他們去的地方 而且希望你們每一刻 都是一次定職 不要再假職以後 然後又再搬來搬去 一次定職 讓他們好好的站在那個地方 可以永遠的生活下去 以後不要再擔心 可以挖來挖去的這些事 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捷運局 剛剛提的所謂的 為了趕工 他們要趕行程的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發案局跟捷運局 可以做一個良好的溝通 在這件事情上 請不要為了趕工 有強行的遺址樹木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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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